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红美食。 芹菜是我们家经常吃的蔬菜,无论是热炒还是凉拌都是非常的下饭。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芹菜最好吃的做法,一起来看看吧。 细干净的肉,我们将它切成馅,再改刀切成条。 猪肉条的厚度大概在0.5厘米左右。 这样的厚度比较容易入味,而且吃起来的口感也会更好。 切好的猪肉条放入盆中备用。 准备一小块姜切成末。 一小节葱切成马蹄片。 切好的葱姜放入碗中,再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用勺子轻轻地按压搅拌一下,这样更能激发出葱姜的香味。 将芹菜去液洗干净之后,我们将它切成段。 芹菜断的长度,大概在3厘米左右。 切好的芹菜断放入盘中备用。 准备一个红椒,姜子去除。 再将红椒切成细丝。 切好的红椒丝放入盘中备用。 放入一勺食用盐,一勺胡椒粉,一勺料酒去腥。 用手将它们抓拌均匀。 然后将泡好的葱姜水倒入猪肉条上,可以起到很好的去腥效果。 再放入一个鸡蛋清。 加入蛋清可以使肉更加滑嫩。 鸡蛋清还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,使营养不流失。 再放入一勺淀粉。 简单搅拌一下,放入一勺香油。 放入香油,也是为了使肉更加的滑嫩。 搅拌均匀,放在一旁备用。 锅热之后,倒入适量的食用油。 油热之后,将猪肉条倒入锅中翻炒。 炒至猪肉条断生之后,放入一勺生抽。 翻炒均匀之后,盛入盘中备用。 再次起锅烧油。 油热倒入葱姜蒜爆香。 炒出香味以后,把芹菜倒进来翻炒。 翻炒三十秒钟之后,将红椒倒入锅中。 放入一勺盐。 味精一勺。 适量生抽。 翻炒均匀之后,将炒好的猪肉条倒入锅中。 猪肉提前炒过之后,也不需要炒太久。 时间炒得太长,猪肉容易变老。 就会变得比较柴。 所以,我们简单翻炒两下,就可以出锅了。 这样一份美味的芹菜炒肉,就做好了。 芹菜脆的水分多。 猪肉不仅非常的入味,而且很滑嫩。 咬上一口,完全不用担心会腮牙。 喜欢的朋友们,可以收藏在家学做一下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收看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可以关注收藏。 转发我们明天再见吧。